我覺得傳說之間最大的BUG就是 不是說什麼雷隊友啦 而是說 他的配對系統我覺得有很大的問題 我希望下一次改版之後 官方可以做一下更改 就是 有時候你配一配 你會配到那種分數特別 可能低一個你200分300分的那種隊友 我不是在歧視 而是說那真的有差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今天對面5個SS 然後我方可能4個SS 但是有一個人可能是星耀 就是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不是歧視而是這樣真的很難打 很難打的贏 就是就輸了人家那麼一點 那基本上你知道這種等級的巔峰賽 基本上只要你有一路輸了 那基本上就是爆了 你怎麼會放一個刀鋒寶貝 這什麼意思 沒差我沒有艾瑞 然後我選夜叉 反正現在刀鋒很無腦 那我這把應該是出全坦裝 我們這把特化一下自己的裝備 就是全坦全物防 然後莉莉安基本上我只要2技能控好 他對我來說應該是還好 反正前面三隻刀鋒龍馬 選一個艾蜜莉有點聰明 反正刀鋒龍馬書艾蜜莉全部都物攻 那我就把物防全部撐到頂 後期可能會 我想一下這套應該是可以 反正我們中後期會出一個岩盾 反正我就是R閃關那隻刀鋒寶貝 開岩盾 然後開二技就這樣子 我撐一下那個刀鋒 我是覺得我應該撐得過去了 我可以嗎? 我可以 I can do this all day 是這樣子嗎? 哈哈哈哈 美國隊長 I can do this all day 秘訣很簡單 反正你一等的時候出去 你就是先普攻的兩下 砍一下 然後兩下 然後含著 記得不要吐出來 不是不要放出來 然後這裡等下會有一隻鋃鳥 直接砍一下你會有兩層被動 然後三層 四層 然後這裡呢 直接去線上清兵 然後點一技 砍砍砍砍砍砍 這裡直接優先洗兵 然後我們可以幹嘛 拉一下 沒拉到就算了 然後我們沒關係 我們請騙師笑音 剛剛什麼都沒聽到 剛剛是說 這樣子對 然後我們這裡呢就可以優先 來去夾 尿尿 來去夾尿尿 趕快砍一砍 然後龍馬這裡露了一隻兵 好我們這裡呢直接 疊滿被動之後呢 一技能開砍 然後一技能 還有瞬移 所以我們等一下 演一下回頭 有瞬移加 細節 細節啊各位 我跟你講那個要放慢動作 因為我剛剛那個太細節 速度太快 我知道對方龍馬有瞬移 然後我剛剛怎麼樣 我的被動 砍那兩刀的那個 剛剛不是說 一下兩下第三下會砍兩刀嗎 我知道他有瞬移 所以我回頭假裝我要走了 我假裝沒機會 然後立刻叫瞬移 然後他完全沒有反應過來 我直接砍一下兩刀 他直接死 有人去開放吹捧 快點 現在開始抖內 受不了了 別怕別怕 哥來了 我超硬 你有看到我的血嗎 我的二技能 哈哈哈哈 超硬的超坦的 來來來來來 再砍一 掰掰 掰掰 欸啊 難道美食也是蠻誇張的 我們這把的出妝特化一下 反正我們這把出炎 出炎那個叫什麼 炎甲 然後中後期會出一個炎盾 反正我們就是以 不防為主 以全坦為主 我們這把可能龍骨會很後面才出 因為像我平常的出妝是 以前的公式妝是給你們 欸等一下這個龍馬 這個龍馬幹嘛 幹什麼東西 啊他死了他死了 我跟你講我就這樣站著邊就好了 然後記得 一技能斷一下他的招 直接斷掉 成功斷掉之後呢 艾蜜莉這個 好 應該是沒什麼戲 艾蜜莉其實是Counter夜叉 然後 艾�莉為什麼Counter夜叉 因為艾蜜莉他這隻角色很康 他只要一開大絕 你就算空到他 他開大絕 他基本上就是沒什麼用 而且呢 你自己走一個邊線 艾蜜莉就是怎麼樣 他自己單帶 不錯 是蠻強的一隻角色 他就是踹爆你 只要有一個人獨立的時候 他就是可以踹爆你 然後他開大的時候 那個減傷有點太高了 然後我們這裡看一下 我這裡八秒之後有大絕 我已經確定刀鋒在怎麼樣 在這個中右草叢 這裡蹲一下視野 他應該在蹲我們的潘鷹 這裡看到人了 刀鋒應該在這個草裡面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OK 他應該是跑掉了 沒關係 我們這裡開個二技 留下人嗎 這裡直接關 看一下艾蜜莉開的大絕 OK非常非常的坦 你可以看到 沒關係我這裡也非常的敢 開個二技能 躺掉對面所有傷害之後 很可惜啊 對面也是 不得不說 欸 欸哥 我剛幫 我剛幫你安 我有個冰欸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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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糟糕落賽 好沒關係沒關係 噓 噓 來來來來來 他死了 我跟你講他死了 他死了 來了 叔叔來了 來了 欸 欸 等一下他人咧 他怎麼不見了 那個書不見了 哇 沒關係我們這裡看到刀鋒 來這裡二技 R3 直接 我看到 行雲流水美如畫 繼續扛 扛扛扛扛扛住 然後二技開起來 繼續扛 我怎麼那麼強啊 我是不是五路皆神啊 我的天 我這個原來 最近做頻道越做越習慣 你知道嗎 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技術台 哎呀哈哈 討厭 我們這個原本是什麼 我記得我上次看低卡 有人在討論說 有什麼推薦的YouTuber嗎 傳出對決的 然後我看到我的標籤 就有人幫我做一個表 說什麼 搞笑技術台 靠腰咧 現在那個標籤搞一下 我們現在叫做技術教學台 好不好 存技術教學台 來了 有了 關鍵資源 來看好 我們這裡呢 隊友送了頭 沒關係怎麼樣 艾蜜莉沒有大絕 我這裡呢 二技開著他 細節二技開著他打我 他會被還到 OK 那我們就直接放 輕輕鬆鬆 帶個兵線 好不好 帶個兵線 然後這裡呢 直接打換路 為什麼 因為呢 上路塔 我方上路塔掉了 所以我要讓我家的小丑 去懟那一隻輸 雖然我打輸也是超級無敵 好大的 但是沒關係 我為了怎麼樣 團隊 奉獻 犧牲 上一期我們那個 雨中的那個 那個什麼 比賽的那個影片 有沒有 上次那個 我記得我當 當初看比賽 聊天室一大堆人嘴雨中 是我們他躺分 躺到世界環球 一群低端 我只能說聊天室 一群低端 看不懂雨中 到底在幹嘛 他犧牲了多少 對不對 我們現在直接打出 雨中的氣勢 各種秀 各種扛 各種幫隊友扛輸出 做支援 然後直接給對方 滿滿的壓力 有誰做得到 差點多 瑞瑞超人 雨中 白癡喔 我跟這個人單挑 會打到睡著了啦 你看 艾蜜莉之所以 可以打夜叉 就是因為這樣 他可以扛住我 他完全 你看 他現在沒大決 他也可以扛住我 這什麼東西 沒關係 我們這裡呢 又竟然假裝回頭 然後直接躲一個 細節 我怎麼 完蛋了啦 哎呀 我我我怕 我現在怕 你知道嗎 我現在怕 我怕那個職業隊來找我啊 哈哈哈哈 哎呦哎呦 金水界的開高一點 哎呦 有沒有覺得那個 哎呦 我們現在可以打哪一路 我們現在中路可以打 然後呢 魔龍路也可以打 然後呢 現在連凱撒路也可以打 好不好 我們下次搞不好還可以打個輔助 我們再去跟老班學一下 那個什麼 阿萊斯特 學一下那個什麼 愛麗絲朗國之類 我跟你講 我們會超越職業選手的存在 有誰做得到 越來越超越 哎呀趕快訂閱我 趕快 猜你說趕快躲那個 趕快訂閱大家分享 讓你學到滿滿的觀念 這樣你可以打壓 我跟你講 回包他們死了 這群人全都死了 我隊友退沒差 死一個人也沒差 我跟你講 我直接繞這個 我直接繞這個河道 二技能開什麼 他又被我還 然後再慢慢 又是滿滿的細節 我進場前 我知道對面會放招的時候 或是他要普攻的時候 我直接先二技 我可以扛他的傷害在什麼 我可以還他 我直接把他留住 然後大捲人再慢慢交 好 Easy Easy peasy 好不好 我們現在又坦 又痛 再出個拘魂 龍馬不要想要跟我單挑 因為我有拘魂了 然後再出個岩盾 扛誰 扛刀鋒寶貝 你看這滿滿的思路 為了誰 刀鋒寶貝而出的裝備 坦到爆炸的特化裝備 就是這樣子來的 然後現在那隻 掃鋒寶貝我覺得 他如果單挑遇到我 他應該是打不贏的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直接做單單 然後我們應該沒有人可以來去做處理嗎 我們這裡直接 OK好 掰掰 OK沒事 沒事沒事 我們這裡 所以 哎呀隊友打進去了 嗯 好 但是我是覺得 我們跟隊友講一下 我覺得不用幫我 因為 我個人認為 他們可以做堪 然後我一個人 做4-1 就好了 我一個人做4-1 然後看看等一下做3-2 都可以 反正我 我現在直接給隊友滿滿的細心 我會看你們 代表說什麼 哥扛 上路 中路 我扛 你們打對邊 其他交給我 交給哥了 你放心交給我 我絕對單挑不會輸 我現在 803的戰績 一個邊線803的戰績 幹我扛臉 扛臉 扛臉 就從瑞瑞操的臉 開啟 這邊扛不住了啦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潘映太肥了啦 然後那個小丑也太肥了 我現在就是超級無敵 再出一個嚴盾 好不好 對面怎麼玩 好不好 我們這裡直接扛塔 然後直接 沒有扛到塔 沒關係 可以 打這個主堡 我怎麼從進去 什麼意思 沒關係 我有嚴盾 來